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大堂的那一步开始 你就会感觉到宽敞明亮 一组圈圈圆圆点点的吊灯 也让六米挑过的大堂不会那么寂寞 整面的镜子贴面 也让大堂有了不同的纵身表现 那静后的光源呢 使得整面镜子的轮廓从墙壁凸显出来 那经过了这种光影的效果呢 也使得墙壁的层次感增加了很多 这样的大厅 坑哥给100分 那面子有了 我们去李子看一看 电梯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于芬兰的Core 之前呢 坑哥在国王十字和Green Square都说过 澳洲豪华公寓的电梯标配 到了顶层 我们没有看到传统的电梯间 而是一个独门独户的门口空间 是的 这一层只有这么一户 而且呢 这个门口空间也只属于我们的顶层Penhouse 开发商呢 还很贴心的帮我们做了这么一个鞋柜的座凳在这里 拉开抽屉呢 我们不仅可以放鞋 而且呢 还有这么一个座的这么一个功能 让我们能很方便的在这换鞋 下面的LED灯还能把整体的空间的高级感烘托出来 打开房门就是客餐厨的一体空间 给坑哥的第一感觉就是好大呀 客厅7米的面宽绝对让你放得下一切的大家具 坑哥一直想有这么大的一个沙发放在客厅里面 因为不管我是正着 斜着还是躺着 怎么做 怎么舒服 距离我们大厅只有一步之遥 我们就来到了阳台 整个乌鲁威尔贝的海湾景色尽收眼底 这个旋转楼梯到底从哪里呢 坑哥这里先卖个关子 我们最后揭晓 房间内啊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玻璃 都是双层的 双层玻璃呢 有真空中空和夹层玻璃之分 那我们这间房子里面呢 全都是真空玻璃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两面玻璃中间的空气全都抽走 这样的做法不仅是可以做到透光率和隔音之外 还能隔热隔冷 厨房 餐厅和大厅合成了一个空间 但是在这么大面积的空间里 你完全感觉不到拥挤 反而呢 娱乐区 用餐区和厨房区 可以合为一条完整的洞线 让你可以随意穿梭担当不同的角色 这个厨房是坑哥在澳洲公寓里面 见过的最漂亮的一个厨房 没有之一 像这种黑色的大理石的台面 背立面 LED的氛围灯 不用坑哥多说 我估计大家也都知道这是豪宅的标配 包括我们的炉灶 抽油烟机 洗碗机 蒸机 烤箱 都是德国美诺的 好 不用我多说 你就记住 贵就行了 双开门的嵌入式冰箱是瑞士利伯海尔的牌子 利伯海尔其实是全球最大的起重机制造商 同时还是空中客车飞机的主要供应商 Biofresh和无双冷冻是他们家的独门绝技 让你家的冰箱也能飞起来 你问多少钱 俗气了哈 坑哥在淘宝上给你看一看 全部厨房的储柜收纳系统都是由成立于1962年意大利顶级的厨房储备品牌 Aretto 从样式的搭配到选材的烤灸 再到整体的使用性都赋予了厨房不一样的定位 时尚嘛 棕色的金属拉丝的边框把玻璃门包裹起来 再加上里面暖色的LED氛围灯的映射 不仅起到防尘的作用 让你平常随便摆个小摆件都有了意识感 那看坑哥讲奥房的小姐姐们呢 如果说是听坑哥的建议 这个柜子里面全都是摆满你们的包包 什么Cucci Prada L.O.E. 爱马仕的 Cmanta 然后我们一起哼着那首歌 Cucci Cucci Prada 那透过厨房的右边呢 开发商还很暖心的给我们做了一个水坝的空间 这里不仅可以是厨房的扩展 有了很多食材的储藏空间 还可以作为备菜区 藏酒区 一个洗碗柜不够 那就给你再加一个 24小时随时加热或者制冷的净化饮水器 绝对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上升一个档次 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进区 那进区呢其实是由两间次卧 一间主卧 一个书房 还有两个主卧和次卧的卫生间组成 设计师完全没有浪费这个过道的空间 给我们设计了整排的柜子 这个房子你绝对不会因为储藏空间不够而翻过 这个洗衣房坑哥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空间够大 而且呢你能看到很多这样的柜子 这样的好处呢就是所有的我们的洗洁用品都有了它摆放的位置 美诺的洗衣机和干衣机好呢就不用康哥多说了 有些时候啊好的不一定贵 但贵的呢一定好 总结一句话 有钱真好 书房空间整面墙的书柜马上把书生器提升起来了 屋顶的天窗很巧妙的把天光借进了书房解决了书房光照的问题 坑哥坐在这里呢不仅可以工作学习 还可以配一台牛逼的电脑 最近听说N厂好像出了一个3080的一个显卡 坑哥准备买一台 在这玩一把CS和坏丢 书房的对面就是主卧 整面的落地大窗 不管是白天的阳光还是夜晚的月光 都可以在房间内随意的穿梭 内嵌中镜的金属蓝衫门分割出主卧的卫生间 过渡区是一整排的衣柜 坑哥很喜欢这个衣柜 这个衣柜呢是意大利石木衣柜的老法师 Lema的定制款 开扇门的设计呢 让整体的立面呢跟墙体融为一体 没有任何的突兀感 暖色的灯带会把这个内藏空间照亮 而且摆放区挂衣区和抽屉区分门别类 让你可以把不同的衣物化繁为简 挪布到主卧的卫生间 双洗手台 免除了夫妻早上洗漱的烦恼 干湿分离在澳洲公寓还是很少见的 这个灵地间是有蒸郁功能的 我们只要按一下 那这个小装置呢就会发出水灯气 让我们的灵地间变成一个鲜雾缭绕的地方 独立式的卫浴 之前坑哥在200年杜拉维特那期说过它的好处 高端大气上档次 我们浴室的静柜也是Lema的定制款哦 其他的两个次我和洗手间也是依然标准不变热度不减 让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好了现在到了我们的解密时间 让我们看一看这个旋转楼梯上面到底是什么 是的你没有看错 整个二层都是我们的露台花园 这里可以当做我们的秘密基地了 这里呢还给我们配了一个洗手台 还有个BBQ的炉台 最好玩的是还给我们配了个冷藏柜 这个冷藏柜呢 坑哥觉得一定是放烤肉的 这里呢还给我们搭建了一个树木的台子 这种树木啊防潮防腐 而且呢在这个台子上面还有一个六人的SPA 想想你可以干什么 接下来坑哥呢带大家离开房间 去我们整个楼盘的会所看一看 哦对了我还忘了跟大家说了 我们整个楼盘呢是配备了智能家居 你可以通过你的语音来控制你们家的灯光 Alexia I am leaving Goodbye have a nice time and see you soon 会所有单独电梯直通 会所的左边呢是整个楼盘最大的亮面之一 敞开式的无边泳池 泳池大小不算大 但是这个景色应该无敌了 小红书里面的小姐姐 有没有想过跟坑哥哥来一个拼兮兮呢 我们也来一个泳池的网红罩 好了 Uluware Bay的Christ Penthouse今天我们看完了 说实话呀 就算是像坑哥这样的在悉尼本地的地产 从业中也很少会看到这么高质量的公寓 不仅户型的功能划分合理 而且呢还拥有了这么一线的海湾景色 重要的是很多用材用料也都是处处惊喜 最后呢坑哥去请教了一下开发商才知道 原来呢这套Penhouse呢 就请了澳洲本地的顶级设计公司 Oxland和Pio Interior 而且呢用了他们的首席设计师 Soo和Joe 从家具的搭配 再到呢装潢 都是亲力亲为 怪不得呢坑哥觉得这套公寓是被富有生命的 有时候啊好的设计并不一定呢是富力堂皇 把所有好的东西都表现在外 反而呢是在质朴中寻找高雅才是设计的最高语言 把简约但是并不简单的理念运用在生活中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好了这就是本期坑哥讲澳房的所有内容 喜欢看更多澳房的小伙伴呢 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 一直啊有小伙伴跟坑哥说想看悉尼的水景房 能录进这个不 那我稍微靠这一下 定焦头就是这一点 就是你跟我的距离是定的 他的焦就是定的 行